因為當時那個女兒和我都分隔兩個地方 當時我住波紋 她住修坎頓 坐火車過去半小時 開車要繁忙時間 早上塞車就一小時左右 平時半小時至九個字 她都到的 我記得她住修坎頓的火車站上面 走過去大概三個字要走上山 因為當時她分隔兩地 當時我做外賣檔 每個星期只放一天 因為很多都是家庭式的外賣店 不太忙 如果忙的 他們會請的位置分大廚或者二廚 如果沒有的 都是炒飯麵 油煲集餐 如果送外賣的 要請司機 樓面卡卡 就是這幾樣 而準備功夫大致上 一間外賣檔 都是這類的菜 買肉碼 還有炸藥物來說 都是這些差不多的 尤其是西人最喜歡吃炸東西 所以這類的蝦球 和這個雞球 尤其是我們叫做雞煲 西人最喜歡吃 好了 我們又回到外賣檔的現場 一般外賣檔廚房裡面的工作 就有分大廚 二廚 即是炒麵飯 和油煲的 而這次Agent Ada負責的就是二廚炒麵飯 那究竟她一日的工作是怎樣的呢 大家看看吧 現在是下午時間的1點鐘了 那我就開始在外賣檔廚房工作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煲飯了 煲完飯之後 就到綠麵 麵呢 是每一個就綠了兩大桶的 叫做雜肉飯是會用到的 那之後就六分鐘之後 就要到時間去收我剛才綠的麵了 那這些麵綠好之後呢 是要渾身一點和好吃一點的 那接下來就要打這個雞蛋漿了 好 接下來就到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炸雞鍋了 完成了準備工作之後呢 現在就到煮完工餐 吃完了之後呢 就開始做清潔搞衛生了 那我負責就是拖地和掃地的 吃完飯之後 大概四點半鐘 好 五點鐘正式開動 11點 差不多 因為今天11點 所以回到家就10點過了一點 就完成了我今天整天在中餐外賣店廚房的工作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也有很多事情做的 但是今天是星期四 一個星期最忙的是星期五和星期六 星期四不算是最忙的 但是就要準備好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很多課 都很多事情做的 其實都辛苦的 對於女生 尤其對於女生 你知道 體能上都有要求的 但是如果你問我 要不要學 我不敢說 但是我用了兩三個月 我就學會了 就是這樣 今天整天下來的工作 雖然是很辛苦的 也不是很辛苦的 只是時間長一點 其實辛苦都是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 我覺得是身份工作 有汗出有能出 這樣腳踏直地 靠雙手我覺得很實際 這樣我是很開心的